那横向宽是20 做完之后的话接下来我们一样用所谓的这个环形阵列 然后呢再选取物件 选取用框选 用框选的方式把它选取 按Enter 再来的话中心点我们就选这个中心点 不满8个 按确定就可以了 有没有做出来了 再来的话呢中间再加一个 这个大小的话自己可以可以可以选 我们大概差不多给这个中心点 以它为这个圆的中心点 就是在刚好这个中心点 点一下往外 这个大小我想你们自己决定好了 大概差不多 大概 大概5左右吧 所以你这个半径的话你大概给它2 我看给它2 2好像太小了 再一次 我这大概给它看4左右好了 大概给它4 好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说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中间里面的线把它去掉 我们这些砸线 还有这个 重叠到的地方我们怎么样把它去掉 你们可以运用这个所谓的修剪 那修剪功能呢你把它按下去 接下来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可能 如果说你按照 这上面的指示呢 你可能会做不出来 最重要就是说你按一下这个修剪之后 特别注意 马上按一个Enter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按一个Enter之后呢 马上就可以去做修剪 修剪